葵城西村8座先后有16人确诊 到现在未要求居民强制检测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承认可以做得更好 她说行政会议会收会定立规例 接受强制检测的人要在原地等结果不能外出 潘耀星报道 在11月28日早上 特首林郑月娥预告过 如果有特定地点爆发 类似货柜码头的先例会封区强制检测 就是当晚葵城西村出现第一宗确诊个案 之后一个几星期出现群组爆发 在礼拜日五楼有五个单位12人确诊 政府呼吁自愿检测 有居民留下搬走 一日之后同一栋楼再多4人确诊 五楼全部居民要检疫 但未有传动撤离 林郑月娥承认应应早点用强制检测 葵城西村发生这个个案 这个正正属于我早前说强制检测 是要缓引的 当晚其实第一时间 未有任何人落到葵城的时候 我已经是支回了卫生当局 是要用一个最严格 最紧急的态度来处理 所以完全不存在调以轻心 由于那个法律 法律未生效 所以你都听到卫生防务中心 也认为它未有一个法律的基础可以做 我承认如果我们早点可以有这个法律的基础 有个应变的计划更加原备 所以那个个案是可以处理得更加好的 当时行政会议即将开会 他说会定立规例 要求接受强制检测的人士 完成检测之前 留在原来的厨所不能够外出 有葵城西村8座的居民说 保留来得太迟 按照正常都是不要让他们走 做了快速检测 你安全了你离开 那才合理 其实我觉得政府都是做得不对的 你一个星期前有7个 就应该要做的 那已经迟了几天了 也有居民继续出街说做了检测 不担心有播毒风险 有线电视记者 潘耀星报道